佔領行動第60日,今日清理旺角彌敦道的障礙物 現在金鐘下確度,仍然有市民佔據馬路 執達主任早早到旺角彌敦道執行臨時禁制令 警方在執達主任要求下介入,清除障礙物 警方拘捕了至少32個人 包括學聯副秘書長岑奧暉和學民司朝教王之鳳 今日清理了阿加勒街街道登打市街一段彌敦道的障礙物 昨天也完成清理彌敦道直到柏蘭街的一段阿加勒街 旺角彌佔居近60日的道路已經全部通發 先看看今天的清理行動 一批球大紅色帽由陸路交通運輸業大聯盟成員組成的代理人團隊 在法庭執達主任陪同下 早上9點半開始清除彌敦道禁制令範圍的路障 他們和佔領人士隔著路障對罵 有插路障的人情緒激動向佔領者拼帽 又揮武手中用來插路障的鐵鉗 被旁邊的執達主任阻止 執達主任改為要求警方介入向佔領人士發出警告 警告你們 你們要立即停止阻礙 去到大約10點10分 警方開始行動 將守住路障的佔領者制服 又將部份佔領者按在地上 之後將他們帶來現場 當中包括學聯副秘師長陳奧輝 和學問思潮教皇之鋒 警方出動專業移除隊 協助拆除障礙物 再向人員警方向推進 沿途移走路中心的大型張坡 一批接命人士帶上頭盔和警方對視 警方在推進期間 一直有廣播提醒示威者或市民 要離開尼敦道這裏 否則有可能會提升武力 到早上11點再發生衝突 警方揮動警棍規範接命人士 並帶走多人 事後有佔領者額頭受傷流血 警方到中午 將尼敦道禁制令範圍內的13個路障 全部移除 到下午1點半 警方在禁制令範圍內 包括山東街和西洋塞南街交界等地方 清除障礙物 花了大約10分鐘 就將木卡板和路障拆除 警方指會根據警隊條例行事 無私利士機車行隔著那裏 旺角尼敦道佔領區道路的 雜物清走之後 下午陸續恢復通車 警方清理路障之後 多架貨車員尼敦道夾走障礙物 食環處派人數垃圾 和洗街 下午1點多 警方電單車帶頭尼敦道南行線 往尖沙咀方向的其中一條 行車線率先回復行車 哎呀好厲害 去到下午3點左右 尼敦道南北行線三條都重開 的士、小巴和巴士 陸續回復行走尼敦道 警員就繼續在尼敦道架主要路口戒備 以及在尼敦道一帶巡邏 有小巴司機說 要特別提醒乘客走回原本的路線 有路線 一開就是 上上班很難 有市民就說 通車之後可以多個搭車選擇 現在我就不用轉了 直接給這裏 進去 其實多了選擇 我想 不是打電話五至十分鐘 但是有的士司機認為 開通之後生意未必會增加 未解封之前不可以 這裡 未解封也不可以 解封也不可以 解封也不可以 我一向來 這裡有人等車 現在不是 被車等人了 更差了 有的士業界就說 就算這裏開通了 都要問清楚 乘客 到底願不願意行 雅街路街和尼敦道附近一帶 因為這裏隨時都會有突發事故 擔心回形行車程 尼敦道近時由街一帶駕部份店鋪 在行車路重開之後 亦都重新開鋪 無線電視記者一層一絲複 記者譚美琦在尼敦道 現在交通情況是怎樣 介乎雅街老街 截路登解釋階段尼敦道 恢復通車已經是接近五個小時 整個下午交通亦都是大致暢順的 而因應清除障礙物行動 同時封閉的行人路 亦都已經開了給市民行 現場一些馬路口 我們仍然可以見到 有警員在維持秩序 不過馬路上 就沒有再見到 有佔領人士佔據 由於今天是有清除障礙物行動 所以有金舖 多間在旺角的分店都沒有開門營業 他們說擔心會出現混亂的場面 但如果今晚沒有再發生混亂場面的話 明天就會恢復營業 在這裏報導先過一段 將時間交給新聞報 好啊 有立法會議員質疑 警方今天的行動是借機清場 律政司司長員郭強就說 警方在協助執行禁制令同時 亦都有權執行其他法例 警方在執達主任和代理人開展行動五分鐘之後 就在執達主任要求之下協助清除障礙物 公民黨議員郭榮鏗質疑 警方沒有依照禁制令的指示 就是當警員要幫執達利去執行禁制令的時候 他必須要很清楚地跟當時在場的人士說得很清楚 解釋禁制令的內容 警方執行禁制令完全沒有跟到法庭的程序 而亦都是借助這個禁制令其實就是實質去清場 律政司司長員郭強和警方都反駁這個說法 今次在禁制令裏面的相關條文 是不影響警方在法例以下原本有的權力 換言之一方面警方可以根據法庭的授權 是協助執達主任去執行禁制令 另外一方面若情況是有需要的時候 警方同時是可以行使他們香港法例以下所有的權力 全香港警方都是可以執行 亦都是有責任去執行他們的職務 有人以波蘭街並非禁制令範圍為借口 以開脫非法集結的事實 號召更加多人到旺角霸佔道路 和抗拒警方執法 這些是滿口歪理和不負責任 另外警方又說有決心和能力防止非法佔領人士 或是重返重開露面或其他地方 無線電視記者陳家印報導 過去兩天警方協助執行禁制令期間 一共抓了至少148個人 其中今日至少抓了32個人 而較早之前抓的其中17個人已經被落外 他們全部獲准保釋 但不准進入旺角指令的範圍 17名被告年齡介乎19至69歲 由警方送判法院 被告包括有學生、主婦、報徵地盤工人或無業等等 其中9男5女被控阻礙公職人員罪 即阻礙執達主任執行命令 兩名男子各被控一項襲警罪 其餘的一個男人被控阻撓警務人員執行職務罪名 全部被告無需答辯 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到明年1月14日 等候警方調查和索取進一步的法律意見 被告獲准以$200至$500保釋 在保釋期間 除非是坐公共交通工具經過 否則不准進入旺角的指定範圍 部分被告認為禁入旺角的保釋條件並不合理 要求裁判官封面他們 每天可以到旺角兩小時去買菜或救物 但裁判官就說保釋條件是不能說的 如果被告違反的話 控方有權以此為理據申請取消擔保 這17個人除了被起訴 警方也發信指他們涉嫌在旺角的臨時禁制令 執行期間刑事藐視法庭保留向他們起訴的權利 另一名14歲少年涉嫌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被告 警方將他帶到東區裁判法院 向少年法庭申請照顧或保護令 接管男童 男童父母聘用的大律師提出反對 裁判官將案件押後處理 其間男童由父母照顧 無線電視機